哈喽大家好 疫情爆发 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但房地产价格却一反常态的飙升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随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撤回在疫情期间提供的支持 全球股票价格和房产价格可能会突然急剧下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在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局部市场繁荣和融资杠杆上升 这些政策可能会以无序的方式退出 随着信贷的收紧 经济复苏面临风险 风险可能来自各国中央银行本身 因为他们收紧经济政策的速度将会明显早于值钱的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市场部主管表示 鉴于全球股票价格和房产估值水平过高 我们担心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抛售 由于这次的通胀压力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 所以使得各国央行的计算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观点 那就是认为通胀的爆发只是暂时性的 但这一预测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也给决策者将如何应对金融市场崩溃提出了疑问 在股票市场 过去18个月的上涨令股价远远超过经济基本面 股票价格失调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 股票价格可能会在经济前景突然重新评估 或者是出现意外政策变化的情况下 价格可能会大幅下跌 在房地产市场 全球房价现在已经捉襟见肘 完全是靠超低利率和经济刺激政策支撑各国的房产市场 疫情爆发后 很多害怕错过机会的买家不计后果 为了购买房产支付了更高的风险溢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认为 全球房价存在重大下行风险 这个下行风险到底有多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 在最坏的情况下 发达经济体未来三年房价可能会下跌14% 这比疫情之前他们估计的最坏情况至少又下降了6%以上 而新兴市场未来三年的房价可能会下跌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这种风险可能仍有避免的一线希望 那就是虽然房屋的价值看起来跟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一样高 但银行系统的状况要比当时好得多 延期支付政策也大大降低了拖欠率 这也导致价格上行 并给房主带来了可观回报 有的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 全球房价快速上涨是风险 房价上涨为一些人提供了抵御经济风暴的缓冲 同时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房价永远涨 这可能导致过度冒险和住房市场脆弱性加剧 进而导致房产市场彻底失控 在加密货币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虽然加密资产市场规模已经激增至2万亿美元以上 但与全球股票和债券市场相比 市场规模仍然很小 尚未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构成风险 但是这一市场急需监管 由于披露和监管有限 加密货币生态系统面临消费者欺诈和市场诚信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指出 股票价格和房产估值水平过高对通胀的影响 如果高房价的影响渗透到租房市场中 就会大大推高通胀水平 因为住房成本是通胀篮子中最大的组成部分 随着成本上升 商品和服务的投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支出转到必需品上 高通胀就会严重破坏经济复苏 而缓慢的经济复苏最终会影响房价 货币基金组织还警告 尽管目前全球房价都在上涨 但各地的房价涨幅不尽相同 加拿大和德国的房价涨幅远高于其他G7国家 他们可能面临更大程度的修正风险 具体到不同城市也是如此 比如今年早些时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警告说 多伦多和哈密尔顿的住房比卡尔加里和蒙特利尔存在更大的下行风险 最后我需要特别声明一点 我并无意畅空房产市场 在房价永远涨的呼声不绝于耳的时候 我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坚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断揭示风险 劝人量力而行 毕竟别人买房的贷款又不是由我来背 而那些说我一直在唱空房产市场的人 飞喘即坏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观看 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